春节是中国最为隆重的一个传统佳节 每年到了农历一月初这几天 几乎都是举国欢庆 穿新衣 放鞭炮 运衣柱已除旧不新 驱邪攘灾的美好祝愿 春节历史悠久 在古代民间 人们从农历12月23便开始盲年了 一直到1月19才结束 而如今也是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 到正月15新年才算结束 自古以来春节的大致时间都没有改变 只有在民国时期被更改和禁止过 首先春节这个名称是在民国时期才形成的 在此之前历史上一般称之为上日 元日 三朝 正日 元晨 新征等等 1914年民国政府在内务部成文中提到 你请定音力元旦为春节 所以春节这一说法才逐渐的流传开来 虽然名称有了改变 但是大致的时间还是和古代一样的 所以百姓们也很乐意接受 但是自民国成立以来便致力于除旧不新 像什么蝉足 扎便等等传统陋习 在民国时期都是明文禁止的 这些传统陋习禁止是应该的 但是民国时期有一些激进派 甚至还提出废除汉字 甚至是废除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的举措 中国历史上的有封建迷信的传统糟糠 也有经过数千年演变的文化精华 如果全部废除 全盘西化 中国又将平和被称为中国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尤其是中国传统佳节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春节 早已经扎根到了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中 如何能够废除 自然会遭到强烈的抵触 于是民国政府在1929年下令更改春节的时间 改农历医院一日新年为公立医院一日为新年 而在这一年的传统新年也就是农历新年 是不允许人们过节的 学校 商店 单位都不允许放假 学校照常上课 单位照常上班 街头也不能卖年货 尤其是对联和窗花都不能卖 被抓到了直接全部没收 甚至还要罚款 到了农历新年这段时期 民国政府会派遣大量的官兵到大街上巡守 专门抓那些在大街上舞龙舞狮 倒卖年货的人 甚至连提着礼品去百年的百姓 也会被质问 如果你说自己是去拜年 那么这个年就要在牢里过了 后来这一项禁令越来越严 民国政府释出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 及休假日归程等明文法规 明确地规定了各单位的假期时间 除此之外 任何在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 都会被视为违法的 甚至连在大街上说一声 恭喜发财被巡查人员听到了 都要被抓去关铁窗户 但是尽管如此 百姓依旧在这段时间里上门拜年 烧门神纸 祭祖 不让过咱就偷偷地过 有人还专门写了一副对联 表达对民国政府取消农历新年的不满 男女平权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阴阳合力 你过你的年 我过我的年 最终这项禁令 不得不在1934年被废止 整整五年的时间 却丝毫地没有减少人们对于春节的热情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 好